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身份因为各种原因过期了或者突然失效了 那么像这样就要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当然首先大家尽量不要等到申请被拒了 再想办法 这个可以想办法看苗头看趋势 有的时候就要未律胜先律败 选项都要考虑好 那么如果在收到RFE或者NOID以后 觉得说申请看着比较难批准 可以考虑其他的back card 当然从另一方面即使申请被拒了 还是可以提交新的申请 一会我们还会讲到 另外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 research funding突然有变化了 研究的基金没有了 公司重组了等等 工作发生了变动 或者已经批准的申请又被取消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有的绿卡持有人 他子女作为副申请人来申请 拖了一段时间 结果主申请人加入美国籍了 副申请人因为原先办的不是亲属移民 申请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情况 比如说有的时候S85已经交了 但是交的绿卡申请 因为什么原因被拒了 结果申请人已经没有别的签证身份 他就一样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如果被拒是不公平的 那么可以考虑提交上诉 Appeal 还有Motion可以有Motion to reopen和Reconsider 二者的区别 前者Motion to reopen是要提供新的证据 后者是不用提供新的证据 只讲说有一些道理 看具体情况来应用 然后还有可以提交新的申请 不管是同类别还是其他类别 来争取更多的机会 比如说对于一个毕业的学生 用OPT在工作 可以同时办理 比如说OPT的延期 H1B的工作签证 因为什么原因抽签没有抽到 或者申请没有批准 还可以再看有没有其他的学校提供的学位 工作机会 当然要注意不要挂靠 大家知道这方面的负面的新闻 所以要注意遵守法律 包括细节 另外我们知道有Grace Period的时候 身份结束以后 H1B有60天 J1也有30天 在这期间可以提交新的身份转换的申请 我们知道从2018年8月以后 在美国的学生学者拿F或者J签证的人 此前就是说身份过期了也不算在美国非法拘留 但是在那以后如果说你在美国的学习结束了 包括OPT也结束了 或者J1DS2019过期了 那么就算在美国非法拘留了 积累有一个180天和一年的区别 如果在美国非法拘留180天以上 理论上说三年不能入境 或者在美国非法拘留一年以上 那么理论上说10年不能再入境 那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如果看到还没到180天 或者没到11年的时候 可以考虑离开美国 然后签新的签证回到美国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选项 就是说如果新的签证生效了 你能够重新回到美国入境了 那么此前的历史就可以不算了 按照245K的规定 如果再没有新的非法拘留 非法工作等等的情况 是按照入境美国最近一次 最后一次发生的事情来为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离开美国再入境有这个优势 那么缺点在哪里 如果你已经离开美国 尤其是在美国有 不是那么完美的记录 如果签证过期了 就要重新申请 那么重新申请 不是一定能批准 尤其是如果你已经交过移民申请 然后再提交非移民签证的申请 当然因人而异 我们也有客户 曾经提交过移民申请 但是后来又办访问 探亲商务的B签证得到批准的 有的如果说资金比较多 然后担任的职位 或者有别的合适的理由 这个申请还是有可能能够批准的 另一方面 这签证因为有一个豁免的要求 相对来说也容易批一些 如果GAP在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半年或者一年 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 发现身份有问题 或者申请被拒 不知不觉就已经拖的超过了180天 甚至一年了 应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感觉离开美国 再申请新的签证不容易批的话呢 那么根据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还想申请美国绿卡 可能是不离开美国比较好 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上千万的无证移民 中国人呢也有很多是申请政治庇护 是这个入境以后身份过期 或者没有经过检查 偷渡入境的 然后像这些呢 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 比如说如果只要是合法入境的 入境以后呢 身份过期 失去合法身份了 但是呢 你和美国公民结婚 或者说子女是美国公民超过21岁 作为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然后申请绿卡不受影响 另外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豁免的渠道途径 此前我们也讲过 可以申请I601等等 那么也是有机会的 总结呢 就是说 如果万一申请被拒 或者失去身份呢 还有其他的机会 比如说可以及时提交新的申请 当然你这个申请呢 需要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说入学 你提交了这个学生签证申请 但是呢 这个学校不符合要求 你还没有拿到I20 那么这样的申请呢 不合适 可能对于保持身份 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万一以后还要离开美国 再回来呢 也会成为一个对你不利的地方 那么提交什么样的新申请比较好呢 最简单的呢 你可以提交转成B2的申请 几乎对任何人都实用 个别情况不实用 比如拿这签证的人 如果没有经过豁免 不能转其他签证 当然可以出境再签证回来 包括转B签证在美国境内 但对于其他大部分人来说呢 如果你申请被拒了 或者身份突然过期了 失效了 还是可以考虑呢 提交一个B签证的申请 这样呢 给你自己得到更多的时间 可以处理下一步 这个申请交上去呢 至少要几个月吧 才能得到处理 是否能够批准 那么这个一般的人来说嘛 申请如果被拒压 或者身份过期 你总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处理在美国的事项 财务等等 申请B签证 在美国再待一段时间 甚至就是说 在美国旅游 只要有合理的依据 也是可以的 在B签证判定的这几个月里 你可以再考虑说 转换成什么别的签证好啊 是学生签证啊 还是找工作机会啊 还是做别的比较好 然后也还可以同时呢 原来的申请被拒了 在试图翻案 重新提交 或者上诉 都可以 这个B签证提交了以后呢 即使还没有批 在判定期间 我们已经讲到 你不算在美国非法拘留 过后呢 不管是留在美国 还是离开美国 这一段时间 在你交上了B签证以后 都可以不算在美国的 unlaw for presence 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申请被拒 或者失去身份 不管是留在美国争取 还是离开美国 都是有可能的 具体做法 因人而异 看自己的背景和偏好 但是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 可以帮助申请人 有更多的时间 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有了更多时间呢 往往还能够找到 更好的出路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 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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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